那人生是什么 人生如梦 世事如戏 世间如患 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个 这是基本上的第一步 诸行无常 学佛的第一步 诸行无常 那么如何你不烦恼呢 如何你不会烦恼 有我就有烦恼 没有我就没有烦恼 你一切随着言而行 随着言而行 而行走 你不会有烦恼 随着言分走 把它看得很开 看得很淡 你不会有烦恼 你不把自己的执着又做什么 如果你有自己的我执 像我要赚多少钱 那你就会有烦恼 我要娶很漂亮的老婆 你就会有烦恼 我要争取到哪一个地位 你就会有烦恼 这些都是烦恼的因由 为什么而起 为你自己的本身而起的烦恼 要消除这个烦恼 就要学习佛法的第二步 诸法无我 无我 你既然是无我了 你还有什么烦恼 人讲一句话 使一个眼色 一个动作 不放在你的心中 所以六祖在这个六祖禅经里面有讲到 什么叫做禅 不为外境所影响 就是禅 什么叫做定 你的心永远不乱 就叫做定 这个就叫做禅定 我们老了也会烦恼 年纪大的人也有烦恼 生病了烦恼 老了痛苦也烦恼 年纪轻的比较没有烦恼 因为年纪轻 年纪大的人烦恼多了 身体疾病就多了 有一个女的 女 有一个女生 她四十岁 她就问她的先生 听 有一句话讲 二十岁的女人像弹簧船 四十岁的女人像榻榻米 榻榻米 榻榻米就身体比较硬 二十岁的女人 她身体很柔软 像弹簧船 她问她的先生 她说 你看我像弹簧船 还是像榻榻米 她先生就看了她 你是弹簧船 只是弹簧船 这个就是弹簧船 这个就是烦恼 你想想看嘛 是不是烦恼 我以前讲过 年轻二十岁的男人 是叫奔腾 这是公司的名字 二十岁男人是奔腾 三十岁的男人 是日立 四十岁的男人 是正大 都是公司的名字 五十岁的男人 是微软 六十岁的男人 是松下 其实讲得太早了 应该七十岁 八十岁 才是松下 这个是烦恼 但是你如果体会到了 你如果体会到了 什么是无我 这个烦恼就没有了 这个烦恼就没有了 病 老 生 老 病 死 你都不放在你心上 你能够一心不乱 任何时候 你都能够念佛持咒 你都能够修法 你这种无我的这一种 精进的这一种精神 你就能够成就 你如果一直在烦恼 生 老 病 死 那就没办法成就 我们这一生当中 没有人能够离开 生 老 病 死 没有 没有 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一个餐馆 就是包伙食 每天包的都是一样 便当 那个公司里面 那个包伙食的 每天便当 一只鸡腿 一些青菜 然后一些那个金子 的酱菜 天天这个样 这个 那个上班的 吃的都腻了 问那个包伙食的 我们有没有选择 他说有啊 那个上班的非常高兴 那个职业都非常高兴 有选择 那什么选择呢 一个是吃 一个是不吃 你可以选择 一个是吃 一个是不吃 这个就是选择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 没得选择 生老病死 一定有的 你如何选择呢 一岁的时候啊 讲啊 一岁的时候出场亮相 十岁啊 邪业闯荡 二十岁啊 青春荡漾 三十岁啊 职场奔荡 四十岁啊 稍微发胖啊 五十岁啊 老当欲壮啊 六十岁啊 血啊 向上啊 七十岁啊 偶尔遗忘啊 八十岁啊 摇摇晃晃啊 九十岁啊 迷失方向啊 一百岁啊 挂在墙上啊 没得选择啦 都是这样啦 无法给你算啦 你要吃便当啊 同样 都是一支鸡腿 就是这个便当 聪明一点的 你要知道 你还有一个 一个佛性 这个佛性去体会大智慧 你会有成就 今天我们啊 做般若佛母父母 就是在体会 他的大智慧 人生就是这个样 你不着也不行 着也是这个样 没得选择 但是你知道吗 还有大智慧 可以成就啊 还有佛啊 还有菩萨 你可以成就啊 这里面的大智慧 就是涅槃极尽了 你得到大智慧以后 你进入这个佛的这个节目 就叫做 有仪涅槃 跟无仪涅槃 有仪涅槃 表示你发菩提心 还要来度众生 无仪涅槃 一进去的 就是永远的快乐 这一种大智慧 只有佛法才有 一般只是上天堂 上天堂下地义 佛法教你 你自己本人 就能够因为大智慧 能够成佛 大智慧能够成佛 那么这个大智慧 是什么呢 这是没有办法用讲的 只能够你们好好的 学习佛法 那么多看 这个几本大智慧的书 来引导你真正的开悟 这样吧 今天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讲到这里 祝你祝你